7月25日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铃铁路开通运营 及复兴号高原内电双元动车组检修库启动的满月日 一个月以来,检修库260多位动车医生为复兴号动车组 在西藏的安全运营保驾护航 我们这个动车库跟我们普通旅客列车的检修库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们有25000伏的高压线 我们这个动车电力机车需要25000伏的高压的取电 然后进行电力车的有电实验 记者在探访检修库时了解 为确保拉铃铁路开通后的顺利运营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在拉萨新建了该检修库 即高原动车4S店 占地23亩是目前中国国内海拔最高的动车组检修库 我们这个一列检修的时长大概在4小时左右 我们7家单位联合去作业 对我们这个车底下2000多个紧箍件要进行检查 确保我们这个走行部的一个绝对的安全 记者观察到设置在复兴号动车组每个车厢下的制氧系统十分醒目 检修库负责人陈斌介绍 这是在高原特殊的气候条件下 为了更好的服务旅客 全新研制的配套装置 为了保证我们这个制氧机的状态 我们每天入库要进行对制氧机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 包括它的这个压力也好 还有我们的这个制氧的那个浓度也好 要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测 在车厢间粗细不同的外置管道 看似琳琅满目 却是关系高原旅客生命安全的输氧通道 缺一不可 记者探访检修库时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缓缓驶入检修库 待动车组停文后 工作人员开始收集储存在车体内的污水 复兴号动车组采取集中收集污水的环保措施 保障高原铁路沿线的生态环保 这个途中旅客产生的所有的这些生活用水 就是污水 然后就是集中那个存储到一个污污箱里面 等到我们车组入库了以后 我们再集中那个回收 然后集中处理 记者了解 检修库工作人员 作业时间多维夜间 他们除了对动车组走行部进行检修作业之外 还对车上服务设施 质养系统 空调 塞拉门等进行全面体检 确保动车组安全运行 和旅客正常使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